一年之际在野村 上一茬这个番茄刚收完 我们第二天就把这个黄瓜 摘种到这个地里面去了 反正效果还是不错的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个现在摘的是菜黄瓜 我们这个袋子呢 是一个袋子里面是摘种两颗黄瓜 然后袋子和袋子之间 我们通成为杭菊 稍微有点宽 是1米5的一个杭菊 因为这个呢不便来回 再移动了 因为上一茬种的是番茄 杭菊稍微大一点 实际上正常的话 在黄瓜呢 杭菊1米3 是1米2 1米3效果是比较好的 这就是如果说采用种植袋 做这个摘培种植槽的情况下 建议我们一个袋子摘黄瓜 摘两颗 然后呢 袋子和袋子之间的杭菊呢 控制在1米2到1米3 每亩摘培数量是2200到2500株 这样的话 这个黄瓜掌实际上 包括它的这个产量啊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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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